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副总统哈里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助力 然而 也有学者认为 拜登会在任期内维持现状 避免引发任何可能影响哈里斯选情的变数 究竟拜登会如何操作 他会在乌克兰问题上加大支持力度 甚至对以色列的施加更大压力吗 这些问题将在今天的节目中一一探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乔 拜登在宣布退选后 其余下的六个月任期将会如何度过 这一问题在学界和媒体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联合早报的报道揭示了不同学者 对拜登未来可能采取的策略持有的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 拜登无竞选压力 将致力于留下政治遗产 尤其是在他一贯重视的外交领域 相反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 拜登或会选择维持现状 平稳过度制卸任 拜登在7月21日的卸任信中明确表示 他将继续推动国内政策 努力降低家庭生活费用 并在枪支管控 儿童保育 老年人护理 处方药和气候问题上发表意见 同时 他也承诺在余下的任期内落实其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一向是拜登的强项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欧洲 俄罗斯和欧亚项目主任伯格曼 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 在拜登担任总统的最后五六个月里 外交政策将受到极大关注 这将成为他的政治遗产的核心部分之一 伯格曼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 他们认为 拜登会在国际事务上有所作为 为即将接任的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提供助力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扰勒南国际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多西 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 则持不同看法 他认为 拜登是否会有所作为 还有待观察 你既可以说他 接下来不会有作为 但他不再寻求连任 没有竞选压力 也可能因此而有更多的作为 多西指出 拜登一再强调 他的优先考量 是让哈里斯在今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 因此 拜登应会谨慎行事 避免影响哈里斯胜选的机会 在此背景下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 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罗奇对法新社表示 拜登有充分的动机圆满收尾 好让哈里斯在11月大选前生事看长 他进一步解释道 拜登会尝试在外交领域取得突破 尤其是在乌克兰和中东问题上 这不仅有助于巩固他自己的政治遗产 也能为哈里斯的竞选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对于乌克兰问题 拜登的支持力度一向不小 一名美国问题专家告诉联合早报 拜登不会轻易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 甚至可能加大力度形成更为庞大的继承事实 这不仅是拜登一贯的战略目标 也是其政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以巴问题上 哈里斯本人较倾向于同情巴勒斯坦人 为了形成对哈里斯的有效支持 拜登可能会对过去犹豫不决的巴以政策进行微调 包括进一步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等 拜登在7月22日打给竞选总部的电话中就承诺 将继续致力于结束加沙战争 他说 我将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密切合作 努力研究如何结束加沙战争 实现中东和平 并让所有人治回家 然而 也有学者对拜登接下来是否有所作维持怀疑态度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穆斯塔法博士 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表示 拜登预计将维持现状 无论是对俄乌冲突还是以哈冲突 在外交政策方面预计不会取得重大进展 穆斯塔法说 对于拜登政府来说 其目标只是让国家继续运转 直到下一任总统当选并入主白宫 在这一题上 各方观点不一 反映了拜登政府在最后几个月中面临的复杂局面 拜登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实质性的外交成果 为哈里斯竞选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仍需拭目以待 拜登的政治遗产不仅仅限于外交政策 他在国内政策上的一系列承诺也同样备受关注 拜登在卸任信中明确提出 要在降低家庭生活费用 枪支管控 儿童保育 老年人护理 处方药和气候问题上继续努力 这些政策目标不仅是拜登执政期间的一贯主张 也是他在卸任前希望完成的重要任务 学者们普遍认为 拜登在国内政策上的推进 既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遗产 也是为了为哈里斯竞选提供有力支持 降低家庭生活费用和改善社会福利 是美国选民特别关注的一题 如果拜登能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将有助于提升哈里斯的竞选声势 然而 拜登在国内政策上的推进也面临诸多挑战 枪支管控 气候变化等一题 在美国政治中一向存在巨大分歧 推进相关政策需要跨党派的合作 在当前政治环境下 拜登能否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突破 尚存不确定性 综合来看 拜登在卸任前的六个月内 既有可能通过 积极的外交和国内政策留下政治遗产 为哈里斯竞选提供助力 也有可能选择维持现状 平稳过渡制卸任 然而 无论采取何种策略 拜登在最后几个月中的表现 必将对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 产生深远影响 哈里斯的外交政策大戏 保持还是改变 咦 拜登总统居然宣布退出竞选 把接力棒交给了他的副手卡玛拉 哈里斯 这消息一出 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 哈里斯这个名字如今成了全美热搜 连老牌政客如佩洛西 希拉里和比尔 克林顿都纷纷站出来支持他 搞得就像是参加政治版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哈里斯也不含糊 短短24小时内就筹集了超过8100万美元 不过 有一个大咖还在观望 那就是前总统奥巴马 李成 一位美中关系的顶级专家 对此有话要说 他认为哈里斯的外交背景不强 出登白宫的他可能会继续依赖拜登的外交团队 特别是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 哎 你总不能指望一个新手马上就来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吧 李成预测 哈里斯会暂时保持现在的对华政策 至少在头几个月里是这样 李成甚至给出了具体的细节 如果哈里斯当上总统 他会继续支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 同时避免与北京的进一步对抗 哈里斯去年访问了菲律宾 与台湾的新领导人赖清德也有过接触 这些都为他在亚洲的外交政策铺平了道路 不过 李成认为哈里斯在台湾问题上会更谨慎 不会支持台独的重大举动 毕竟 美国和大多数国家一样 不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 但反对任何武力夺岛的企图 并承诺向台湾提供防卫武器 哦 还有那个什么围墙政策 小院高强 李成认为哈里斯大概也会继续这个有针对性的遏制政策 但同时会在教育和文化领域与中国接触 毕竟 两国军方还得保持对话 才能在南海问题上管理分歧 对吧 作为一名进步派政治家 哈里斯在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上估计会采取强硬立场 不过 李成提醒大家 竞选期间的那些对华强硬言论 不要太当真了 毕竟选举嘛 总得说点有料的话 哈里斯真正的对华政策 要等他正式入住白宫后才能逐步显现 李成还指出 拜登在白宫的剩余时间内不会对中国政策做出重大改变 首先 他不在那个位置上 也改不了多少 他可能还会试图巩固现有政策 但不会有戏剧性的变化 拜登其实说得很清楚 意外事件比预料中的事情更具破坏性 说到这 李成又有新的预测 他认为 尽管哈里斯一开始会依赖拜登的团队 但他在上任几个月后会开始进行人事变动 毕竟 这些人都是拜登的忠实拥护者 对哈里斯未必有多少尊重 哈里斯本身没有自己的团队 所以他的慢慢组建自己的班底 李成评价哈里斯是个非常有侵略性的人 不安于现状 也不是个安静的人 他预测 或许在一年半载内 我们就能看到一些重要的人事变动 哈里斯和很多世界领袖 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并不深厚 他在2022年的亚太金河组织峰会上首次与习近平会面 当时他告诉习近平 美国希望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李成指出 尽管两国之间存在紧张局势 习近平和拜登保持了持续的沟通 去年还在旧金山面对面会谈 习近平甚至在电话中称拜登为老朋友 李成补充道 拜登和习近平之间的个人背景非常稳固 尽管外界可能看不见 他们 拜登和习近平 见过四次面 他们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互相交谈了11次 他们还一起到过成都和加利福尼亚旅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拥有非常强的个人关系 李成的话让我们对哈里斯的外交政策 有了更多的期待和猜测 虽然一开始他可能会依赖拜登的团队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外交风格和政策 特别是在面对中国这个棘手的问题上 哈里斯会如何平衡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全球战略 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总的来说 哈里斯的外交生涯刚刚起步 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能看到他将以自己的方式 在国际舞台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希望他的故事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启示 说到拜登和习近平的老友记 真是让人忍俊不惊 两位大佬的友谊 真是超越了国界和政治的障碍 拜登当副总统时 两人就像铁哥们一样 经常见面聊天 据说 他们还一起品尝过四川的火锅 这画面光是想想就让人嘴角上扬 拜登甚至开玩笑说 如果政界不行 可以考虑开个火锅店 名字就叫老友火锅 这些小故事无不提醒我们 政治并非全是冷冰冰的博弈 有时也充满了人情味和幽默感 希望未来的美中关系 也能像这样多一点笑声 少一点紧张 哈里斯未来的外交之路注定充满挑战 但也充满了机遇 作为一个进步派的政治家 他会如何在国内外的压力下 找到平衡点 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 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无论如何 这场大戏才刚刚开演 让我们准备好爆米花 静待后续的精彩剧情吧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拜登剩下的半年任期里 外交政策将成为他的核心 没有竞选压力的拜登 反而能更大胆地采取行动 留下重要的政治遗产 就如同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后的决定 拜登也将有机会 在关键时刻展现领导力 为哈里斯铺路 大家好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像是拜登 能在半年内搞定世界和平似的 别忘了 他可是个年近八十的老爷爷 光是每天早起喝杯咖啡就不错了 哪有力气在外交上大展拳脚 再说了 就算他想做什么 国会那群人也不会让他轻松过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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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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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